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ABAI Doris社区的PBMC成员陈明宇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Doris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那么其实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是Doris是什么 那么它的发展历程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Doris 那么Doris提供了哪些功能 那么第三个是Doris社区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 以及后续的一些发展规划 OK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Doris 那么Doris呢 简样概括一下 Doris是一款基于MPP技术的Seql分析型数据库系统 能够在这种海量数据的这种OLAP程序下 提供这种横脑机的产业显示性能 那么Doris它最早这个名字可以在百中内部追溯到这个2008年 那么它当时是一个专用的一个业务系统 那么主要满足一些这个专用的这种报表的这种分 这种报表场景 那么第一个转折点呢 是在2013年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GoogleMessage这篇论文呢 实现了一个带有预句和语意的这种OLAP Engine的这种单机存储引擎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又借助了这个Apache Impala技术来构建了一套这个分布式的管理和这个查军框架 那么形成了一个通用的一个MPP数据库系统 那么在2015年呢 我们对这个系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改造和升级 那么简化了大量的这种系统模块 来保证这个系统架构的剪辑和可易运为净 那么我们在2017年呢 对这个Pilot这个系统在GitHub上做了开云 那并于2018年更名为这个Doris 那么并也贡献给了这个Apache基金会 那么所以说这个Doris的这个时间架构呢 是脱胎于这个Apache Impala和Google Meta系统的 并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改造和优化 并形成了最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款这个架构优雅 那么形容主要也功能丰富 并且简单易用的这个OLAP数据库系统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Doris在这个数据流中的定位 那么从上面这张图 我们可以大致的了解到Doris在整个大数据处理流程中 那么首先是上游的各类数据 如这个事物数据不同的数据 买点数据日志等 那么通过一些离线的系统啊 或者消息系统或者流数据系统的处理后 那么将数据存储到这个Doris中来 而Doris可以直接对外提供这种在线的这种报表啊 多维分析啊 大屏等这种数据查评和展示服务 那么同时Doris也可以作为数据员 这个被Spark和Link等系统访问 进行这种联邦查评或者这种多元数据处理 那么而Doris本身的这个分布查评框架呢 也可以为一些外部的数据员 如这个MySigle 那ES等系统提供这种Sigle查评能力 OK那么我们来接下来这个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Apache Doris 那么其实这一部分我想说的是 当我们选择一款分型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在选择什么 那么我想从以下词典来分享一下 这个为什么我们选择Apache Doris 那么首先它它的易用性 那么第二点它的性能 第三点它的功能丰富程度 那么第四点它是它的开源开放 OK首先是足够简单 那么首先一款数据库产品的引入呢 本上是提升这个企业在数据分析和决策方面的效率 而如果这个数据库系统本身在使用和运营方面 有极高的成本的话 那么在使用这款数据库的时候 这款数据库的性能即使在优远 那么依然无法给企业带来整体的这个效能上的提升 那么所以刀车系统在意用性和这个运营性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来帮助用户降低这个降低数据库本身 系统的这个使用和运营成本 那么从而帮助这个 用户去更多的去专注业务逻辑的开发 OK首先看一下这个Doros的价格 那么在价格方面 Doros只有两个主要竞争模块 那么一个我们称为frontend的 也就是FE 那么可以 它被理解为Doros的保空节点 那么主要负责这个用户请求的接触 查询计划的解析 那么原数据的存储和基金管理等相关工作 那么另一类节点是backend的 也就是BE 那么它主要负责数据的存储 查询计划的执行 那么这两类节点都是可以互相扩展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Doros不再依待任何的这个三方系统 包括这个HDFS啊 Dukeeper等等都不依赖 那么这种高度集成的这种框架设计 极大简化了一款分支系统的这个预威成本 那么Doros自身的这个 那么Doros自身的这个分布式管理框架呢 可以自动去管理数据复稳的这个分布 然后修复和均衡 那么比如对于复稳损坏的这种场景呢 Doros会自动感知并进行这个修复 而对于这种节点扩容呢 仅需要一条C过命的就可以完成 那么Doros会自动的进行数据分片的均衡 那么整个过程完全不影响这个系统服务 那么也无需这个运维人员进行额外的操作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在这个Doros的FE层 模块中实现了这个MySQL的金融层协议 那么这样用物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 这种标准的MySQL客户端 或者各种语言的副类 那么即可方便的连接到Doros 那么同时Doros也支持这种标准的SQL语言 那么在方言方面呢 这个会倾向于像这个MySQL做这个方言的兼容 那么不论是简单的这种单表的 这个聚合排序过滤操作 还是复杂这种多表关联啊 紫查询或者超广环数等等 都可以通过这个SQL轻重完成 来极大的降低这个系统 用户的这个迁移和使用成本 那么英文这张图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Stars Schema Benchmark 这样的SQL 那么无需任何改动 即可以在这个Doros中去进行使用 那么最后看一下这个弧度升级 那么也就作为一款分布数据库 Doros在升级方面却是极简单的 那么只需要简单去替换二进士程序 然后进行滚动的这个基金重启即可以 那么在设计上呢 Doros是完全向内兼容的 所以也可以使用这种灰度升级的方式 来进行新版本的验证和测试 那么而Doros本身的一些这个失败重施和故障路由呢 也可以极大的降低在整个升级过程中对业务的影响 那么以上就是这个 Doros在这个应用性和维护性方面的一些介绍 那么可以看到Doros这种简单的架构和这种 非常智能的这种数据管理方式 那么可以帮助用户极大的降低一款分布数据库的运维成本 OK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Doros在性能方面的表现 那么首先选择一款数据库系统 那么性能必然是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那么这部分我们将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 Doros的性能是为何如此优异 那么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吧 一个是存储隐形 一个是查证隐形 还有一个是查证优化器 那么首先先看一下存储隐形 那么和大数数分析型数据库一样 那么Doros也是以这个列存的格式来存储数据的 那么数据按照列进行连续存储呢 因为这个类型相同 因此可以获得极高的这个压缩率 来节省这个词番空间 那么同时Doros对于这个不同的列类型 还评论不同编码方式 比如这个Int类型会使用这个BeatShuffle的编码 而Zipron类型会使用这种字典压缩编码 那么更进一步的Doros还会自动的根据列的值 来切换这个编码的类型 那么比如对于Zipron类型 如果列值的这个基数会比较多的情况下 则不再使用字典编码 而直接切换到这种Plantex的编码 来节省不必要的这种空间浪费 那么从文件组织上呢 那个Doros的文件格式呢 是和Purbit比较类似的 那么它是一个这个数据分辨呢 会被切割成最大256兆一个segment 那么每个segment对应一个物理文件 那么segment呢又分为这个header 然后数据区锁引区和footer这个区域 那么数据区呢 用于按列去存种数据 那么每列呢又会成为多个page 那么page就是这个Doros中最小的数据 存取的一个单元 那么锁引区呢 主要负责这个用户的数据的锁引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Doros中这个数据锁引 那么锁引的类型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那么第一类是智能锁引 第二类叫做二级锁引 那么其中智能锁引是在Doros数据写入时 系统生成的 无需用户干预 而二级锁引是用户可以选择性的 由在某些列上进行添加的这些辅助锁引 那么这种锁引包括这个前缀吸出锁引 和这个minmax锁引两种 那么前缀吸出锁引呢 是建立在排序结构上的一种锁引 那么Doros存储在文件中的数据呢 是按这种排序列有序存储的 那么Doros会在排序的数据上 每这个1024行创建一个吸出的锁引项 那么锁引项的值 即这1024行中第一行的前缀排序列的这个值 那么当用户进行这个 用户的查询条件包含这些排序列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前缀吸出锁引 快速定位到这个70行 那么minmax锁引是建立在这个segment和配置级别的一个锁引 那么对于配置中的每一列 都会记录这个这个配置中 该列的最大折子小值 那么同值在segment的级别呢 也会对每一列的最大折子小值进行记录 那么这样当进行这个等值或者范围差距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minmax锁引 快速过滤掉不需要的取航 普通filler锁引是一种需要用户自动 自主选择是否需要创建的锁引 那么当用户对某一列创建这种普通filler锁引的时候 会在这个配置级别 创建该列的这个普通filler结构 而普通filler结构是一种使用固定的这种空间的位图结构 来快速判断一个值是否在一个集合中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么通过这种锁引结构呢 会非常方便在一些比较高级数的列上的这个 去提高这种等值差距的效率 比如说我们在UID列上去建立这样的一个锁引的话 会极大提升这种等值差距的效率 那么最终最后一种是这个bitmap到盘锁引 那么到盘锁引也是一种需要用户自主选择 是否需要创建的锁引 那么该锁引会基于位图的 也是基于位图的一种锁引结构 那么其锁引的key呢是直接的列值 而Value列呢是这个该值在数据文件中的这个行号 那么通过这个盗版锁引 可以很快的定位到这个列值对应的行号 进行快速的这个取数 那么这种锁引比较适合在基数较低的这种列上 进行等值差距的场景 那么比如说你在城市或者性别列上 去做这样的一个盗版锁引的话 会非常方便的定位到你所需要的数据行号 那么除了这个存储方式和锁引结构外呢 那个DORS在这个读取逻辑上也有很多的优化 那么比如说这个物化延迟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该功能会先根据这个锁引的列 那么定位到一个数据范围 那么再根据有库率条件的列 进一步来缩小这样的一个数据范围 那么最后在读取其他所需要的列 那么这种方式可以很大程度上去减少不必要的数据读取 来降低这个查询请求对IO的资源消耗 那么以上就是 这个DORS在存储中方面做的工作 包括它的列值存储 它的锁引以及读取方面的一些优化 那么来达到一个极高的一个数据的存取效率 那么OK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来介绍一下 DORS在这个查询引擎 也就是说查询执行层方面做的一句话 那么DORS的查询引擎是基于这个MPP的这种火山模型 那么是从早期版本的这个阿帕基因帕拉引化而来的 那么一个真正的MPP执行框架呢 相对于一些分布式的getter setter框架呢 它最显著的区别在于 其实现了这个X章节点 那么在DORS中呢 一个sicle语句会先称称一个逻辑执行计划 那么然后再根据数据的这个分布 来形成一个物理执行计划 那么物理执行计划会有多个fragment 而fragment之间的数据传输 就是由extended node的节点来完成的 那么有了这个extended节点的 那么它的最大收益是整个查询光下 用了这个数据的reshuffle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呢 在查询的阶段节点不再局限于这个数据的存储节点 从而可以更好的利用多节点资源进行并行的数据处理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并行数据框架 那么DORS实践了这个两层的这个并行框架 那么第一层呢 是DORS会把这个fragment发给多的B节点进行并行的执行 也就是说节点之间的一个并行执行 那么不同的fragment之间呢 通过这个extended node进行这个数据的传周 根据这个shuffle的规则 对 根据规则将数据shuffle到这个对应的这个shuffle和fragment中 那么第二层是节点内部的一个并行 那么DORS还支持在这个节点内部进行 进一步的去拆分这个fragment的 那么从而进行节点内的这个并行执行 以充分利用一个节点上的这个多CPU资源 除了整体的执行框架通过并行设计来提高这种产运效率之外呢 DORS还对于很多具体的产运算子性的优化 那么比如说对于聚合算子 那么该算子用于计算这种比如group by sum一类的这种查询 那么在DORS中呢 聚合算子会被拆分成两级聚合 那么第一级聚合会在数据所在的节点 先进行一次本地聚合来减少 需要发送到第二层聚合时需要传输的数据量 那么第二层聚合会将相同的t汇聚到同一个节点 才进行最终的这个聚合计算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 DORS才实现了自适应的聚合算法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聚合算子它是一种主色性的算子 它需要等到所有的数据全部数理完成之后 才会将数据发送到上层节点 而自适应算法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第一层聚合算子的时候 如果发现这个数据的聚合效率比较低 就聚合效果比较低 那么气质聚合后也无法影响的降低需要传输的数据量的时候 会自动停止第一层聚合 而将这个整个算子变成一个非主数的流适算子 那么直接将读取到的数据发送到上层节点 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这个阻塞统带时间 那么这就是一个自适用算子的一个设计思路 OK那么针对转型算子呢 Doris也进行了大量的优化 那么其中Runtime Filter呢 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优化方式 那么首先两个表的转型操作中 我们通常称为将右表称为Build Table 而将左表称为Prov Table 那么实践上呢 会首先会读取右表的数据 那么在内存中构建一个Hatch Table 那么之后开始读取左表的每一行 并在Hatch Table中进行这种连接匹配 来返回这个符合连接条件的数据 那么通常来说呢 这个左表的数据量会远远大于这个右表的数据量 而这个Runtime Filter的设计思路呢 就是在右表构建这个Hatch Table的同时 会为这个连接链生成一个过滤结构 那么之后把这个过滤结构下推给左表 那么这样一来 在左表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来对数据进行预先的过滤 那么从而减少这个 这个左表需要传输和在这个Hatch Table中去查找的这个数据量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滤结构呢 我们称为这个Runtime Filter 那么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类型 那么Dores也实现了不同的这个Filter类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右表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去实现这个InPredicate这样的一个Filter 那么如果数量较大的话 我们还会把它转换成这个Bloom Filter 或者说这种MinMax这种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用物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进行选择 那么同时Runtime Filter也适用于这个大部分的重要场景 那么我们在这个Runtime Filter的基础上呢 也进行了一些大量的这种产品适配 比如说它可以进行这个节点动作穿透 来保证你的Runtime Filter可以穿透到最底层 那个左边的这个查验计划书中 最底层的那个扫帽节点上 那么在这个分布式的这个Sharp作用当中 也会将这个多个节点的这个Filter进行这个合并后 然后再进行这个下推 那么这张图是我们在这个SSB测试器中 这个Runtime Filter功能开启前后的一个查询延迟的一个对比 那么可以看到黄色是我们开启这个Runtime Filter之后的一个这个查询的延迟 那么可以看到它相对于之前没有开启的时候会有数位的这个性能提升 那么除了查询直径层方面的优化呢 Dollars在这个查询优化器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么Dollars的这个查询优化器呢 可以同时基于这个规则进行的优化 也可以基于代价进行的优化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于规则的优化方面 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那么这里我们简单列了一下一些比较典型的基于规则的优化算法 那么首先是长量折叠 那么长量折叠可以将可以预先将这种长量折叠进行计算 那么计算后的结果它就是一个长量折叠了 那么这样计算后的这种长量折叠有助于这个优化器进行这个分区啊分统裁剪 以及在执行层这个可以利用这个锁引进行数据过滤 那么紫查询改写 那么紫查询改写我们会将这个紫查询改写成作用操作 同而利用到这个Dollars在作用 作用上去做的一系列优化来提应这样的这个查询俏律 那么提取公众表达式呢可以将这个C构中的一些吸取范式来转换成一些核取范式 而这个核取范式通常对于这个查询之间已经会比较友好 那么可以进行条件的拆分来进行不同级别的这个位置下推和其他操作 那么这种预过滤呢是通过这个提取公众表达式 这个提取公众表达式一个高级版本 那么它可以将C构中的一些吸取范式转化成核取范式并提取出公众的条件部分 那么这些公众条件呢可以预先过滤部分数据 从而减少这个数据的处理量 那么位置下推呢也是这个查询优化器常见的一个优化手段 那么Dollars中的位置下推不仅可以穿透算子 那么更能够去进一步的下推到增速引擎 那么利用数据的这个索引结构进行数据的过滤 而在这个基于代价的优化方面呢 Dollars主要针对这个作用算子进行了大胆的优化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作用reorder 那么作用reorder功能呢可以通过一些表的统地信息 自动的调整这个作用的顺序 而作用顺序的调整会显著降低作用操作中生存的中间数据级的大小 那么从而加速这个查询的执行 OK第二点就是CollocationJoin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一个分布式系统上 我们去做Join查询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对数据进行一次shuffle 来把相同的key去shuffle到相同的机器上 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在同一台机器上去对key做成关联的 关联操作 那么CollocationJoin的思想呢 是我们在键表的时候将 需要关联查询的多张表 去指定相同的这种数据分布的规则 那么这样我们保证这个相同的key在存储 不同的表相同的key在存储的时候 就已经存储在这个同一台机器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省去这个 在做关联查询的时候shuffle这一步骤 而可以直接在本地去对这个数据进行这个作用操作 来从而减少这个我们在shuffle时进行这个大量的网络数据传输 那么BucketJoin是这个CollocationJoin的一个通用版本 那么在CollocationJoin中用户需要在键表的时候就指定这个表的分布 来保证需要关联查询的若刚刚表有相同的这个数据分布 而BucketJoin会更智能的去自动判断sicle中的关联条件 和数据分布之间的关系 那么将原本需要同时shuffle的左右两个表的数据的操作 变成仅shuffle右表的数据到左表的阻在的节点 从而减少这个shuffle的数据量 OK那么以上就是Doris在这个存储 执行和优化器方面的一些重点优化和实现的一些介绍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Doris一些这个丰富的功能 那么除了这个卓越性能外 Doris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功能来帮助用户 来帮助业务去适用不同的应用场景 那么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些Doris的一些特色功能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高并发场景 那么Doris是能够支持这种高并发的服务场景的 那么单节点就可以支持这个上线QPS的请求 那么高并发的这个支持呢主要得益于两点 那么第一点是这个Doris的这个分区和分统查解功能 那么利用查询条件 Doris可以将这个塔群固定到这个极少数的分片上 那么从而显出降低单个查询对系统资源的消耗 来提升这个集群整体的这个并发长线能力 那么同时呢这个Doris还支持这个 这个segal级别和partition级别的catch 那么其中segalcatch呢以这个segal语句的哈希值作为key 那么直接缓存segal的结构 那非常适合这种更新频率比高 但是这个查询非常频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而partition级别的catch呢会智能的将这个segal中 segal结果中不同分区的结果数据进行缓存 那么之后的查询呢可以利用这个已经缓存的这个分区的数据 那么加上新的实时查询的新分区这种数据 来得到这个最终的数据结构 从而降低这个重复数据的这个实时查询需求 来减少对系统资源的消耗 那么第二点是这个这个ad-hoc etl 那么作为一款这个mpp数据库 那么ad-hoc这类高尊度的记忆查询和这个库内etl这种场景 也是这个dors的长项 那么dors能够支持这个复杂的segal语法 那么包括这个传维码数 grouping status等高级语法功能 那么同时还可以通过这个udf udf来自定义扩展dors的功能 那么在这个tb级别的数据上 这个dors可以部分代替这个hive等离线系统的功能 那么使得用户在一套数据库中满平所有的需求 那么第三个要介绍的是这个dors的这个bitbap这样的一个列数据类型 那么dors支持bitbap数据类型 那么这类数据可以利用这个废图来存储这个整形数据的结合 那么并且可以通过一些废图来进行一些集合类的操作 那么首先那么首先就是这个那么首先就是这个高基数精确去虫场景 那么传统的实时计算去虫的这个算法呢 需要在内存中构建一个hive表来进行数据的去虫 那么在基数非常高的情况下呢会占用大量的内存 而使用bitmap们可以将这个数值类型转化成位图上的这个0和1 从而极大的减少这个降低这个内存的开销 并且对于去虫计算呢 只需要将这个多个bitmap求交集之后 计算1的个数计划 从而达到在这个有限的内存开销情况下 进行快速的高基数的精确去虫的这样一个计算 那么用花样场景呢 用户可以使用这个bitmap来存储用户的ID 那么来使用这种盗牌的方式来存储用户的标签 那么在这种比如说人群圈存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呢 可以通过这个位图的集合运算 来快速获取不同这个标签组合的人群包 那么Doress本身内部呢 也支持了很多bitmap相关的函数 那么用于计算这个漏斗啊 留存等场景 那么比如通过这个Intersign Count这样的函数 可以很方便的计算这个用户的留存情况 第三点是Q嘛 也就是乌花视图 乌花视图也是Doress的核心特点之间 那么在Doress中呢 用户可以这个使用 首先使用这个明细数据模型来存储所有的明细数据 那么之后可以在这个明细数据上呢 选择任意的维度列和指标列来创建这个上卷的乌花视图 那么在这个上卷指标中我们可以支持包括这个 Sum, Min, Max, Count, Distinct等等 那么Doress会保证这个明细表和这个乌花视图数据中的完全一致 那么同时乌花视图对于用户的查询来说是透明的 那么用户自动格据查询与其中的模式来匹配到最合适的这个乌花视图进行查询 那么通过这个乌花视图功能呢用户可以在一张表上统一这个明细和聚合模型 然后并且加速某些这个固定模式的这个查询的响应 那么接下来一点是Doress还支持这个基于组件的数据更新 那么通过这个UniqP这样的一个数据模型 那么用户可以对数据来进行基于组件的这种更新 那么在实践层面呢那么Doress采用这个Modron read的方式来提供这个更新后 来提供更新后的数据 那么此外呢用户还可以通过这个replace if not now这种计划方式来实现这个部分列更新的需求 那么Doress还这个支持友好的这个update语句 那么基于这个UniqP和部分列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呢 Doress还可以通过这个mark的delete也就是标记删数功能 和sync的golume也就是顺序列功能 来实现对这个上游tb数据库 更新数据的这样一个同步操作的一个需求 那么并且可以不仅能够保证这个事物的原子性 同时还可以保证这个数据同步的顺序性 那么以上就是简要介绍一下Doress中的一些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功能 包括这个高频发的支持高空的支持 那么通过beatmap列来支持这种精确序重场景 还有用户画像还有留存漏斗等分地场景 那么以及这个包括预计和的cube功能 还有数据更新功能 那么最后检查介绍一下这个Doress这个目前的这个开源社区的一些现状 那么目前这个Doress还在这个ABAG8系统 那么目前我们已经有这个160多位的这个contributor 那么每周活跃的这个贡献者数量也有20多位 那么平均平均每天合入的这个这个PR数量大概在这个4.3个 那么同时我们建立了包括这个这个微信群 ecio然后邮件列表等这个公布的这个用户设计 到来帮助来帮助去解决用户问题 那么同时用户的反馈呢 也会更好地帮助这个Doress这个产品进行宽速的迭代和功能修复 OK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BAGDoress社区的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规划 那么首先我们关注的还是性能 那么目前社区正在进行全新的这个相当化引擎的开发工作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也参考了Clickhouse的非常这个多的这个优秀的代码实践 那么在工程实践层面呢 使用这个提升开始经合度啊 减少居然数调用 分支预测 CM-Bitch等方式来显入提升了这个Doress各类算子的运行速 那么同时呢 更精细的内存管理也有助于减少这个内存分配式的这个系统调用和锁定征 那么社区呢 会依据在7月份会所入相当化引擎的第一个版本 那么能够支持单表的这种订阅排序差距 那么后续会展开更多的工作 那么同时也欢迎社区的开发者和我们一同参与 那么降低成本也是Doress的发展方向之一 那么随着对量存储等这个廉价这个高可靠的这种存在 存储设备正在成为这个大数据体系的标配 那么一些历史数据或者冷数据也可以迁移到这个顿下存储上 从而降低对这个本地磁盘的这个消耗 并且可以通过这个缓增测量来提供这个对类似数据的这个快速查询 那么资源隔离呢也是很多用户的需求 那么Doress计划利用这个资源标签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统一的这个集群内节点级别的这个资源隔离 那么并且可以指定这个将表的副本分布在不同的这个资源组中 那么并且支持支持指定资源 使用这个指定的资源主动的节点进行数据的查询 那么从而可以在一个集群内将离线和在线的行销 进行物理的隔离来减少这个业务之间的干扰 那么最后呢余原生肯定是Doress的这个这个最终形态 那么Doress目前已经进行了和这个Balinga Spark等一些新一代的这个大数据组定的这个打通工作 那么并且也展开了这个存储基段分离的这个调研和这个原型验证 那么相信Doress会成为一家这个面向多场景成熟高效的这个分型数据库 来帮助更多的企业快速的高效的去解决这个数据分析区域 OK 那么最后是这个Avati Doris的这个GitHub代码主页和这个官方网站 那么也有完这张图呢是Avati Doris的微信公众号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码关注一下 OK 感谢大家 那么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